歡迎光臨鄉親 繼續來關心電話 要促進國際關係 文化這段的交流就非常重要 富爾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 分年分庫 就由營業協同和學家位 請外傑老師提案什麼比例 這次了解到中華文化北人的所在 帶到文化交流的意義 這句外傑老師面向的表情是非常專心 就是要將無比例什麼好事 對他們來說 書法是真心機的提案 今天課程我覺得非常有趣 但是這是我第一次寫書法 所以對我來講也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那我也希望未來 我有機會可以再多寫書法 多多練習 大德國課程很有趣 然後雖然他以前有學過 但是並沒有像今天學得那麼的仔細 然後就是說 整個結構的部分 怎麼寫書法的結構部分 之前他並沒有學得那麼的仔細 所以他很喜歡 利用最簡單但非常有意義的 利蘇和華蘇親身體驗 這個老師表示 希望這個 外國朋友對書法文化有更親密了解 因為利蘇是蠻容易學 蠻容易上手的 那我們希望說 他能夠學到基本的動作 還有字的應用 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有一個小小的挑戰 就是說讓他們練習一下作品 其實我們中國的文化 它可長可短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來呈現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複雜化變得比較精彩一點 那我們像今天他們會學到蠻實用 而且呢也蠻好玩的一個東西 富二部來特學術交流基金會分年分庫 這位英義合同教學協會 來和華蘇審摩佩儀 相信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那我們的宗旨就是 就是讓一些美國的 一些大學的畢業生來台灣 就是從事一些協助教學服務的一個工作 那當然美國人來這地方 我們也希望讓他們能夠 就是一個 有一個文化上面的體驗 所以呢 因為書法是我們的國粹 那剛好我們有這個資源在胡偉國小 所以呢 非常感謝胡偉國小提供就是有這個場地 還有這個私資 然後呢讓我們的外事能夠 非常的精準的怎麼去寫毛筆 我想這對他們而言是一個 非常非常的一個很好的一個體驗 透過文化交流 促進國際上的優先關係 這也會讓這些華卓老師 對台灣這片土地留下美好的印象 記者立不在參加報導